你好,欢迎收看3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贵 花莲新一会专案小组日前考察了台泥公司企划炉的施工进度 会中说明,花莲吉安垃圾厂堆植超过8万公吨垃圾 及待透过台泥的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的去化 而环保局表示说,全岸在6月份会开始试营运 不过要优先处理每天的生活垃圾量 估计吉安花莲堆植的垃圾要花1到3年的时间才可以全数去化完毕 简单的去做一下我们企划有的一个工作流程的一个说明 企划产生的是固然性气体 就是CO、甲烷等等 会导到我们悬崖里面再去经过这边大概1000度的燃烧 这时候呢,气体里面可能比较担心会有重金属啊 或者是氯啊,这些东西呢 我们的生料会跟我们的生料盒去进行的混合、吸附 之后再经过我们的电带收成基层器之后 我们的水泥场既有的一定数去排掉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以台泥水泥公司和平厂签约20年 企划炉及水泥窑协同处理废弃物系统 每日可处理量200公噸 由于疫情造成缺工缺料展延一年 预计在今年6月底净料测试 11月正式营运前取得食用执照 像我们会跟环保局这边配合 因为毕竟量垃圾是由环保局这边 它调配载过来的 那原则上我们都会协助它处理 那看以花莲县环保局它的分配来做一个原则 花莲县议会专案小组 由议员副国员召集 11位议员出席到台泥和平厂查 多位议员要求村民反映 掩埋场飘臭 期盼能够尽速处理花莲市吉安乡 掩埋场真空打包 堆制的8万公噸垃圾 希望事业废弃物也能够一并处理 这个垃圾能够不要堆积如山 能够赶快的来消化掉 尤其是我们花莲市跟吉安乡的一个打包非常多 还有花莲市的一个烟埋的部分 能够提早能够把它消化掉这样 让我们的 恢复我们原来的一个 优良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那我们也感谢雅宁能够这样子的一个 让我们地方的一个垃圾能够有技术 村民谣企划炉来为我们花莲乡亲 来解决垃圾的问题 我们不但是花莲县议员给予很大的支持 而且来这边视察了以后 更了解到我们这个企划炉是环保再生 可以利用再生能源 那我们也在视察当中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也都跟这个台泥公司 跟环保局有双向的沟通 让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 更透明更更公开 可以告诉我们的花莲乡亲 台泥公司则表示 气化炉比垃圾焚烧炉安全 原理是有负压 能够将气化的重金属带凹心 吸入1600度高温的窑体内处理 且酸性的重金属以及底渣 将与碱性的水泥生料混合后 酸碱综合后作为水泥原料 将符合磷废气循环经济的精神 未来也将作为环境教育的产域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